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几天有不少朋友跟我来信 说是现在郭欺又开始大肆攻击你们了 说谎不打草稿 而且满口乌言晦语 希望我们再对他进行一次反击 就像今年三月份我们反击他的那一次一样 我这里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这次不准备反击他了 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反击他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能迷惑很多的人 还有一些影响力 还有一些真正的民主通道维权里通道 相信他说的某一些话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现在除了那些老谁比小蚂蚁还小的 那些所谓的小蚂蚁相信他之外 哪里还有正常的人 有这个社会阅历的有正常判断力的人 还在相信他呢 既然大家都已经不相信他了 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反驳他呢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三月份的时候 他还能迷惑人他自己 那也还照顾一点自己的脸面 还想维持一下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说呢 他那个时候我们跟他这个进行反驳 把他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 他知道道理上站不住脚 他还愿意出来道个歉 挽回一下影响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你再怎么反驳他 那再怎么把他驳得体无完肤 他都不在乎了 他都继续他自己啊 这个骂大街的破腹的那一套 你完全没有办法 他现在已经成了 锅泼皮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你跟他去吵 你跟他去讲道理 那不是显得我们的书生气太重了吗 所以说不用跟他讲道理了 跟泼皮没办法讲道理 所以这次就放过他 让他过去了 但是我也了解到 我也观察到 最近对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的攻击 那不仅仅是来自于郭七 他是全方位的 这个名字我就不点了 不点了 大家都自己都观察得到 那么其中的重点的攻击对象 又是这个吴建民 因为建民呢 他的这个视频的影响力比较大 他的这个传播能力比较强 他是这个我们全民共振的平台 主要发言人之一 受到的攻击也就比较多 那建民最近呢又实在是太忙 真是没有时间呢 来一一的来做出回应 所以现在呢 我就从我的这个角度 从他的这个战友的这个角度 来说几句话 来解除一下 那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这个刚刚上网不久 对建民的过去不了解的 对中国民运的过去不了解的 这些朋友 解除他们的疑虑 那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污蔑 也说是建民这个90年的时候被判了十年 但是97年就被释放了 只坐满了七年 为什么被释放 是因为建民跟中共妥协了 跟中共勾兑了 像中共这个认罪了 认错了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无耻的污蔑 知道那个时候那一段历史的 知道那个时候的民运状况和中共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的人都知道 中共那个时候面临两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前后 香港这个民心是不稳定的 对中共是相当大的疑虑的 所以中共就要想方设法的 表现出一些尊重人权的姿态 表现出一些在人权方面可以进行妥协的这样的一些姿态 好让香港人放心 能够稳定香港的局势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共拼了命的就想加入世贸 所以那个时候在跟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 在进行加入世贸的这个团判 而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是在世界经济当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他们不同意中国加入世贸 中国就加入不了 那他为了让西方这些国家呀 能够让他们加入世贸 所以必须在面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面的质疑 在这方面压力的时候 他必须得做出一些让步 必须得做出一些姿态 那么那个时候啊 在牢里面观着的那些学运领袖 那些民运人士就往往被他们拿出来 作为向西方妥协的 向西方表态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每一次西方向他们施压 他们就会释放一两个民运人士 而到97年98年那个前后 他们就释放的非常多 因为他们急着要加入世贸 那个时候被释放的很著名的人物 你比如说像魏京生和王丹 就是那个时候释放出来的 那还有一些这个当时中共啊 这个威胁挺大的这样的一些实干家 那民运人物 只要这个海外提到他们 也就开始释放他们 比如说像我的这个老朋友 郭宝胜、李文明 他们当时在深圳呢 是在进行这个工人运动 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也明确的提出了 这个反共的这个政治目标 按照中共的法律 那个可是他们这个认为最重的罪 既有反革命组织罪 又有反革命宣传煽动 还有实质的这个反共的行动 怎么都得判十年的 但是就是因为 香港回归的这个历史背景 同时呢又是因为香港的几个人权组织 在这方面在国际上面的进行了呼吁 所以当香港回归之前 他们匆匆的就把这几个人判决了 只判了三年半 只判了三年半 这个算是非常轻的 对这么这个严重的反共活动的这个人士 判这么轻的罪 这是以前很少见的 并不是因为他们跟中共做了妥协 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辩护池 我都看过 是相当精彩的 是相当坚定有力的 但是他们照样被中共提前放出来了 就是基于当时的这个国际环境 建民也同样是在那个时候被放出来的 除了这个大的背景以外 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 就是建民的这一案子 一直是有香港的支联会 他们在跟进的 那么香港支联会把他的这些情况 早就通知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当美国和西方国家其他的政客 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 他们经常就提起这一件事情 早在91年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卿贝克 就向中国的当时的这个外交部长前启称 提到了要中国政府释放吴建民 当时没有没有达成这个这个协议 但是呢到了97年的时候 中共啊那个时候有一点急了 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西方政府提到的 很多的政治犯就释放出来了 吴建民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他的释放并不是因为建民呢 他妥协了 他呀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妥协的话 不仅仅是被释放了 而甚至是会直接被送到北国 就是因为不妥协 所以他在国内还要继续的 在中共的这个大监狱当中啊 要继续再奋斗十几年 建民他是不准在他自己的家乡南京 继续生存 所以他不得不跑到一个这个三线城市 跑到无锡 去在那里啊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进行了一些小的商业活动 所以他出国那是很早就开始了 一家人的这个护照早就拿到了 一家人到这个外国的签证也早就拿到了 所以到当15年 当15年他意识到自己又再一次啊 面对了巨大的风险的时候 他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呢 他就来到了就出逃了到美国 这个有一些造谣的说 一家人到美国是因为中共啊给他们放行了 中共派他们到美国简直是太荒唐了 我跟建民认识也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建民呢在国内的时候啊 一直在从事这个活动 但是因为他曾经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牢 对中共的这个残暴性 对中共啊监控的严密性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自己行动啊是相当相当的谨慎 他以前的视频当中也介绍过 当他们呢在国内的那批老战友 当大家聚会的时候是怎么样进行保密的 那么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过 对这个民主的追求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反共民主这两点是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来到美国之后 我很快的就去见他 这个一见如故 大家就结成了真实同盟 就约定在今后啊 只要中共不倒 只要民主不成 我们就在一起战斗 所以相信我的朋友 一定要相信建民 好 这是一个问题 今天还想讲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前几天呢 我做了一个视频 讲到习近平呢 想进行一下军兵制度的改革 想把那些啊 已经长大的农村留守儿童 召进部队 由他们呢来取代 现有的那个受教育程度 比较高一点的城市兵 或者是农村的中上阶层的这些兵员 最后啊帮助他达到掌控军队建立习家军的这个目的 今天呢就就这个话题啊进一步的展开一下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看历史的时候会觉得疑惑啊 说为什么当人民起来啊进行街头革命颜色革命的时候 那有一些政权 有一些政权的独裁政权 他能够站得住 他能够抵御得住啊 老百姓的这个民意的进攻 比如说像叙利亚的阿萨德 中东莫里花革命之后 现在已经那七年了 那这个家伙啊还屹立不倒 是什么原因 那有一些政权呢 在民意起来在全民上街之后啊 很快就灰飞烟灭了 看似强大的政权 很快就灰飞烟灭了 比如说58年被人民推翻的苏哈托的政权 比如说东欧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 波兰啊捷克啊匈牙利啊 这个罗马尼啊那些国家的政权 还包括前苏联 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差别 同样是面对人民的这个上街的这种抗议 打全民上街的运动 有一些政权能够屹立不倒 有一些政权呢就灰飞烟灭 在几天之内就灰飞烟灭 为什么 我现在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个独裁政权专制政权 它当然它依靠的是武力 是暴力 一个国家最大的暴力机器 最强有力的暴力机器啊 就是它的军队 警察只不过是低层次的暴力机器 军队是最高层次的暴力机器 是最后的决定性的那个暴力 独裁者在平时的时候 他们依靠的是警察监狱法庭 这种常规的暴力 但是当人民全部起来革命 走上街头反对它这个政权的时候 警察已经镇压不了了 监狱关不了那么多人 法庭也没办法审判了 它常规的暴力机器就陷于瘫痪 那个时候就只能求助于 只能取决于它这个军队这个最强有力的最后的这个暴力机器 看它能不能够有效的运作起来 执行这个统治者的意志 也就是说看统治者能不能够完全掌控军队 让军队完全听命于统治者 这一点就决定了这个统治者生死从亡 这个专制政权的生死从亡 如果军队不听 那么它很快就会完蛋 在几天之内就会完蛋 像苏哈托那只一共只用了五天时间 那它如果是听 如果军队完全听命于 或者是绝大部分的听命于这个统治者 那它就能够运用自己手上的那些 经过专门的训练的掌握着 西角先进武器的 现代化武器的这些军队 去打垮由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些民兵 怎么样这些独裁者才能够保证自己军队 对自己的忠心呢 那有些人说就是靠在军队里面 培植亲信提拔将领 当军队的将领都听命于这个独裁者的时候 那么这些将领呢 他自己又培养了很多手下 那么他的手下也就听这个独裁者 那么这个独裁者就能够指挥军队 靠这一套手法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完全行不通的 有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哈托 苏哈托统治印尼31年 他就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 所有的军队的将官的这个提拔 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 也就是说军队全部都是他的 军队的将领全部都是他的手下 都是这个接受过他的恩惠的这样的人 但是呢这些军队的高层将领 去决定他们行为的不是个人的感情因素 而是利益 当人民全部起来革命的时候 当新的政治势力出现的时候 他们决定支持哪一方不仅仅是因为 哪一方对他们过去曾经有恩惠 而是依附于哪一方对他们的未来更有好处 利益是决定他们走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当他们支持人民的时候 支持这个新兴崛起的政治势力的时候 他们如果是利益更强 实施起来更容易 风险更小 那么他们就会支持人民 当全民起来革命的时候 这些高级将领 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个时候支持人民 对这个旧政权 这个旧的独裁者进行反戈一击 对他们更加有利 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更小 第二个呢 是要考虑到国际上的压力 人类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 你如果支持独裁者屠杀人民 你所面临的这种政治压力 那不是从一个国家来的 那是从全球来的 从全人类来的 你镇压人民 你所面临的风险 那是巨大的是自己不能够忍受的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要支持 就支持人民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他们支持人民以后 他们就变成了这个未来的新政权的工程 甚至是变成了未来政权的缔造者 这个给他们巨大的利益的诱惑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支持人民 你像当时的这个印尼的总参谋长 叫做伟兰托将军 他就是苏哈托一手从牌掌提拔起来的 这个全国最高的 除了苏哈托以外 这个最高的军事首领 当人民起来革命的时候 他有带领所有的这些将领 一起去劝说苏哈托退位 说是你如果再不退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对这个老恩人老上级 进行赤裸裸的威胁 这就是这个高级将领 他们的作为 他们的作风 苏哈托下太医之后 这个印尼的民主化实现之后 伟兰托他享受了巨大的荣誉 这个后来有两任 印度尼西亚的民选总统 那就是由当时政变的将军担任的 所以人民对军队高级将领反个一击 反击这个独裁者的这种行为啊 是给予了非常丰厚的回报的 未来中国也同样是如此 任何这个对中共进行反个一击的这样的高级将领 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功绩 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过去做出那些邪恶的事情 历史就是这么发展的 所以说这个统治者他提靠提拔 靠在军队中培养亲信 这是完全没用的 完全没用的 那第二种统治者试图控制军队的办法 就是洗脑 那洗脑管不管用呢 洗脑当人民还没有起来大规模的反抗的时候 洗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当人民大规模的反抗的时候 全民上街的时候 洗脑作用啊就会迅速的消退 对军队啊进行三年的洗脑 那老百姓上街以后只需要三天时间 就能够对他们进行反洗脑 为什么呢 因为啊人都是有一个从众的心理 他们认为大多数人所正在进行的 那就是正确的 当他们军队上街啊看到人山人海 看到啊上千万上亿的老百姓都走上街头 反对这个政权的时候 过去的洗脑对他们产生的那些心理作用 就会一扫而空 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意志就会跟随这个大多数的人群 这是人类的天性 你靠洗脑可以暂时的在小范围之内改变一下 当他们遇到全民大规模的这个全民上街的时候 洗脑是不起作用的 你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进行洗脑都不起作用 过去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啊 苏联和东欧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 他们也是非常注重洗脑的 所有的军队里面他们都有专门的这个洗脑人员 就是所谓的政委啊指导员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一套洗脑的机器 他们就是搞这个什么政治学习啊 小组啊 生活会啊相当相当的专业的 但是照样当人民当全国人民已经抛弃了这个体制 抛弃了这个信仰的时候 这个独裁者是不可能把军队就关在银房里面 成年累月的关在银房里面对他们进行洗脑的 现在的中国军队他们也天天在接受洗脑 但是这些军人他们一旦接触到社会 一旦回乡探亲 那一旦上网 他们就看得见这个现实 看见这个现实之后 所有的对他们的洗脑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所以现在中共军队里面呢 这些指导员呢 这些这个政委啊 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 政治思想工作最大的难题 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公平的这个事情发生 为什么这么多的乱象 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人民军队啊 名义上的人民军队为什么一定要忠于党 那这就像要张三老婆忠于理事一样 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洗脑不起作用 所以在东欧他们人民起来革命的时候 那军队是很快就倒戈的了 捷克的那一次革命呢 他叫做天鹅绒革命 为说是这个革命呢 像天鹅绒一般的这个平稳啊顺滑 为什么呢 是因为军队啊 当人民一起来的时候军队根本就不镇压了嘛 军队马上就站到人民的一边了嘛 所以整个的革命一个人都没有死 军队全体倒戈 瞬间倒戈 他们也是被洗脑了很多年的 洗脑是不起作用的 那么什么起作用 为什么在有一些独裁者 他本国的老百姓 无论怎么样反抗他都没有办法成功 比如是像阿萨德 比如是像这个萨达姆 只能等到外来的力量来把他们消灭 他们到底是运用的什么样的诀窍 才能够把这个军队完全的掌控 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们用的是利益集团的这个模式 他们把军队打造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而这个利益集团和这个独裁者 它是绑定的 那这个利益集团呢 从什么时候开 从哪里开始呢 从选择 从征兵开始 从选择军人的这个标准开始 像阿萨德 像萨达姆 这些中东小国的这些独裁者 他们呢 选择这个军队啊 把军队变成自己的 这个和自己同一个利益集团的 这个方法 就是从自己所属的宗教派别 和自己所属的这个部族里面 来选择他的军队的人员 比如说像萨达姆 他的这个主力是叫共和国卫队 他共和国卫队的成员呢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萨达姆的家乡啊 那一个省 那个非常小的一个地区 萨达姆家乡的人和他同属于一个部族的人 当他们加入到那个部队之后啊 他们就和萨达姆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利益上的联系 也有非常紧密的感情上的联系 然后萨达姆再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待遇 高出于其他的这个部队的高出于其他阶层的人民的这种待遇 那么他们就会对萨达姆死刑他地 他们就和萨达姆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利益集团 特殊的利益集团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同样在叙利亚的阿萨德也是如此 他选择的那个军队的主要的成员 是和他同一个宗教派别的 而那个宗教派别呢又是少数派 只占总人口的10%多一点点 那么这些少数派 他们本身呢在那个动荡的环境中 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 那么当阿萨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武器 得到了最好的训练的时候 他们就会紧紧的抱团在一起 那么他们就和阿萨德政权绑定了 因为他知道一旦阿萨德政权垮台 那么他们这个少数派 他们就会在全国失去这个特权 他们甚至会遭到大规模的清洗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抵挡 全国各地的这些民兵武装的进攻 在有一些大国或者是有一些地区 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也没有这个特殊的阶层的 他怎么办呢 他就选一些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像希特勒当时的德国 希特勒组织了一个精锐中的精锐 就是这个党卫队 那就是希特勒的私人军队 他选择的党卫队的一些成员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那些社会底层的 有心理疾病的 患忧郁症的这么一批人 这一批人呢 他们在社会上本来就有仇视社会的心理 在社会上又没有什么出路 在这个时候 希特勒把他们征召到一起 给他们一个特殊的任务 他们成了帝国的最重要的保卫者 把他们的地位置于其他的这个军队之上 这个党卫军的三个师就变成了德国 最有战斗力的这样的部队 这个部队完全是听命于希特勒的 直到希特勒灭亡之后 这个部队还在富裕王抗 朝鲜也是如此 他们可能选择军人呢 不像希特勒那么标准 不像那么严格 但是呢 他们也实行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就是把军队的地位拔高 拔到其他任何阶层之上 使他们成为和这个独裁者 在利益上面进行绑定 一旦独裁者政权失势 军队也就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就丧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愿意忠诚于这个独裁者 当然了 这个极权政治 它还有一套办法 就是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它是把老百姓的变成极端的原则化 把老百姓之间的联系完全缺带 把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 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 思想方面 甚至家庭生活方面 都完全控制起来 不给你任何反抗的空间 这是朝鲜 这是朝鲜这个独裁政权 它最拿手的 做的最极端的地方 中国曾经有一个时代 就是毛泽东时代 也曾经这样做过 后来邓小平时代呢 在这个方面呢 有所松懈 现在这个习近平呢 他就想重新恢复 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体制 重新学习朝鲜式的这个统治方法 所以现在不断的有人呢 在鼓吹文革的那个时候好 甚至是包括那些资本家 像刘强东啊 像马云啊 现在都在或明或暗的在放风 说这个搞计划经济体制是好的 现在都是在为习近平搞个人独裁 做一个准备 同时呢 最重要的习近平呢 还在开始试图啊 要建立他的私家军 建立他自己的习家军 党卫军 通过这个完全来掌控军队 那么他所做的这个努力 就是想用长大以后的这个农村留守儿童 来让他们大规模的进入军队 取代现有的这个军人 在一两年之内完全取代现有的军人 同时呢 学朝鲜搞所谓的先军政治 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待遇 提高他们的荣誉感 农村留守儿童啊 他本来是这个政权的受害者 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中的底层 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们本来是完全没有出路的 同时呢 他因为受到 因为长期的得不到父母的关爱 那受到整个社会的冷落 那甚至是经常遭到欺辱欺凌和侵犯 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心理 对社会反社会的亲 所以其中有很多人 反社会的倾向是很容易培养出来的 那习近平政权只要把他们召进军队里面 很容易被洗脑 很容易听命于这样的权威 很容易将来听命于这个独裁者 对人民进行大屠杀的 今年的这个九月过后 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这个 他们还在继续进行征兵 如果他们征兵是从这个农村留守儿童当中 这个进行大规模的征兵 那么所有的人一定要警惕 这是这个 这是习近平政权 要把这个国家带向地狱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所以一定要 及时的进行反抗 现在农村的这个适合当兵的 这个留守儿童有上千万之多 那么他们只需要从中选择出一百万到两百万人 军队的构成就完全变了 而这一两百万人呢 他们会选择那些留守儿童当中心里最脆弱 反社会倾向最强的那一批人 在技术上面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我希望那所有的进行这些征兵的 那这些军队的这个有良知者一定要关注到 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里面的巨大的阴谋 和对中国巨大的危害 大家一起来阻止这一个今天大阴谋的发生 同时呢 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 现在习近平还没有成功 他还没有成功的进行个人集权 他还没有成功的掌控军队 这个时候是我们反对专制独裁的最好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 它是它最脆弱的时间 也是我们推翻这个政权的最好的时机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所推行的全民共振 也就是希望所有的这些反抗的力量 所有的各个阶层的 无论你的诉求是什么 只要你对现状不满的 大家都找一个 找一个同一个时间来进行反抗 形成共振效应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推翻 这个拥有九千万人的 拥有几百万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庞大政党 只有全民上街 全民共振 才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 才能够用民变导致兵变 最后形成政变 我们全民共振团队 希望和大家一起在这一场这个大变革当中 贡献我们的心力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